中庸 中庸 天命之畏性 率性之畏道 修道之畏教 道也者 不可虚於離也 可離非道也 道也者 不可虚於離也 可離非道也 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 恐懼乎其所不闻 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 恐懼乎其所不闻 莫獻忽隱 莫獻忽威 故君子盛其毒也 莫獻忽隱 莫獻忽威 故君子盛其毒也 喜怒哀樂之未發 未知中 喜怒哀樂之未發 未知中 發而皆重結 未知何 發而皆重結 未知何 中野者 天下之大本也 中野者 天下之大本也 和野者 天下之大本也 和野者 天下之大本也 至中和 天地未焉 萬物欲焉 至中和 天地未焉 萬物欲焉 中野曰 君子中庸 小人返中庸 中野曰 君子中庸 小人返中庸 中野曰 君子中庸 小人返中庸 君子之中庸也 君子而時中 小人之中庸也 小人而無忌憚也 小人之中庸也 小人而無忌憚也 子曰 中庸其至已乎 明顯能久矣 子曰 中庸其至已乎 明顯能久矣 子曰 道之不行也 我之之已 子曰 道之不行也 我之之已 智者過之 愚者不及也 智者過之 愚者不及也 道之不明也 我之之已 道之不明也 我之之已 賢者過之 不孝者不及也 賢者過之 不孝者不及也 人莫不隱食也 顯能知未也 人莫不隱食也 顯能知未也 子曰 道其不行也 福 子曰 道其不行也 福 子曰 道其不行也 福 子曰 順其大智也 餘 順好問而好查爾言 隱惡而揚善 順好問而好查爾言 隱惡而揚善 直其兩端 用其忠於明 其思已為順乎 子曰 人皆曰於智 驅而那諸谷或陷阱之中 而莫知知必也 子曰 人皆曰於智 驅而那諸谷或陷阱之中 而莫知知必也 人皆曰於智 則乎中庸 而不能積悅守也 人皆曰於智 則乎中庸 而不能積悅守也 子曰 回之為人也 則乎中庸 得以善 則全全福音而福失之矣 子曰 回之為人也 則乎中庸 得以善 則全全福音而福失之矣 子曰 天下國家可君也 絕路可辭也 白任可倒也 中庸不可能也 子曰 天下國家可君也 絕路可辭也 白任可倒也 中庸不可能也 詞文詞 Perseisma? 字曰 南方之強尾 北方之強尾 一耳強尾 子曰南方之强鱼 北方之强鱼 一耳强鱼 宽柔以教 不报无道 南方之强也 君子居之 宽柔以教 不报无道 南方之强也 君子居之 任金格 死而不厌 北方之强也 而强者居之 任金格 死而不厌 北方之强也 而强者居之 故君子何而不留 强栽角 忠立而不已 强栽角 国有道 不变色烟 强栽角 国有道 不变色烟 强栽角 国无道 至死不变 强栽角 国无道 至死不变 强栽角 自曰 素隐形怪 后世有树烟 无幅呗 150 白仓谱 孙互 素隐形怪 后世有树烟 无幅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于晓 天下莫能破烟 于晓 天下莫能破烟 诗云 冤非立天 逾越于渊 诗云 冤非立天 逾越于渊 言其上下查也 言其上下查也 君子之道 造端呼夫妇 集其至也 查呼天地 君子之道 造端呼夫妇 集其至也 查呼天地 子曰 道不远人 子曰 道不远人 人之为道而远人 不可以为道 人之为道而远人 不可以为道 诗云 伐科伐科 其则不远 诗云 伐科伐科 其则不远 执科以伐科 逆而视之 由以为远 执科以伐科 逆而视之 由以为远 故君子以仁治人 改而指 故君子以仁治人 改而指 忠述为道不远 施诸己而不愿 义物施于人 君子之道四 某未能医焉 君子之道四 某未能医焉 所求乎子以仕父 未能医 所求乎子以仕父 未能医 所求乎臣以仕君 未能医 所求乎臣以仕君 未能医 所求乎弟以仕兄 未能医 所求乎弟以仕兄 未能医 所求乎朋友先师之未能也 拥得之行,拥言之谨 有所不足,不敢不免 有余,不敢进 有余,不敢进 言固行,行固言,君子胡不照照耳 言固行,行固言,君子胡不照照耳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呼其外 素富贵,行呼富贵 素贫贱,行呼贫贱 素贫贱,行呼贫贱 素遗敌,行呼遗敌 素遗敌,行呼遗敌 素患难,行呼患难 素患难,行呼患难 君子无辱而不自得烟 君子无辱而不自得烟 在上位不灵下 在上位不灵下 在下位不圆上 在下位不圆上 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愿 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愿 上不愿天,下不游人 上不愿天,下不游人 故君子居易以四命 小人行险以侥幸 故君子居易以四命 小人行险以侥幸 自曰 舍有似乎君子 施诸征骨 返求诸其身 自曰 舍有似乎君子 施诸征骨,返求诸其身 君子之道 譬如行远避自耳 譬如登高避自卑 君子之道 譬如行远避自耳 譬如登高避自卑 施曰 妻子好合 如骨色琴 施曰 妻子好合 如骨色琴 兄弟祭西 何乐且丹 兄弟祭西 何乐且丹 以尔世家 乐尔妻奴 以尔世家 乐尔妻奴 子曰 父母其顺以乎 子曰 父母其顺以乎 子曰 鬼神之为德 其圣以乎 子曰 鬼神之为德 其圣以乎 誓之而伏见 听之而伏闻 体悟而不可疑 誓之而伏见 听之而伏闻 体悟而不可疑 使天下之人 齐名圣福 以成祭祀 扬扬呼 如在其上 如在其左右 使天下之人 齐名圣福 以成祭祀 扬扬呼 如在其上 如在其左右 詩曰 神之革思 不可奪思 神可一思 詩曰 神之革思 不可奪思 神可一思 福威之险 承之不可奄 如此福 福威之险 承之不可奄 如此福 詩曰 紫曰 順其大笑也餘 紫曰 順其大笑也餘 得為聖人 尊為天子 富有四海之內 奴為聖人 尊為天子 尊為天子 富有四海之内 宗廟享之 子孫寶之 張 宗廟享之 子孫寶之 故大德必得其位 必得其路 必得其名 必得其寿 故大德必得其位 必得其路 必得其名 必得其寿 故天之生物 必因奇才而赌烟 故天之生物 必因奇才而赌烟 故灾者赔之 轻者赴之 故灾者赔之 轻者赴之 诗曰 迦勒君子 贤贤令德 宜民宜人 寿禄于天 诗曰 迦勒君子 贤贤令德 宜民宜人 寿禄于天 保佑命之 自天生之 保佑命之 自天生之 故大德者必受命 故大德者必受命 子曰 无忧者 其为文王乎 子曰 无忧者 其为文王乎 以王继为父 以武王为子 以王继为父 以武王为子 父作之 子树之 父作之 子树之 武王转太王 王继 文王之序 依荣因而有天下 身不失天下之显明 尊为天子 父有四海之内 尊为天子 父有四海之内 宗庙响之 子孙保之 宗庙响之 子孙保之 武王莫受命 周公成文武之德 追望太王 王继 上四先公 以天子之礼 武王莫受命 周公成文武之德 追望太王 王继 上四先公 以天子之礼 司礼也 达呼诸侯 大夫即是 树人 司礼也 达呼诸侯 大夫即是 树人 父为大夫 子为是 藏以大夫 济以是 父为大夫 子为是 藏以大夫即以是 父为是 子为大夫 藏以是即以大夫 父为是 子为大夫 藏以是即以大夫 姬之丧 达呼大夫 姬之丧 达呼大夫 姬之丧 达呼大夫 三年之丧 达呼天子 姬之丧 达呼天子 父母之丧 无贵贱 依也 母之丧 达呼大夫 赵人 达呼咤 达呼大夫 福孝者 善计人之智 善述人之逝者也 春秋 修其祖庙 臣其宗器 设其常依 见其时时 春秋 修其祖庙 臣其宗器 设其常依 见其时时 宗庙之礼 所以续招墓也 蓄觉 所以便贵贱也 蓄事 所以便贤也 屡愁下为上 所以待贱也 燕茅 所以续耻也 见其味 行其礼 奏其乐 敬其所尊 爱其所钦 敬其所尊 爱其所钦 誓死如誓生 誓王如誓存 孝之之也 交涉之礼 所以是上帝也 交涉之礼 所以是上帝也 宗庙之礼 所以似乎其先也 明乎交涉之礼 所以似乎其先也 明乎交涉之礼 地常之义 治国其如世诸掌乎 明乎交涉之礼 地常之义 治国其如世诸掌乎 哀功问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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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曰 文武之正不在方策 其人存 则其人存 则其正举 其人亡 则其正举 其人亡 则其正举 人道闽政 地道闽术 人道闽政 地道闽术 福正业者 普鲁也 福正业者 普鲁也 故为正在人 故为正在人 取人以身 修身以道 修道以人 取人以身 修身以道 修道以人 人者 人也 亲亲为大 人者 人也 亲亲为大 义者 宜也 尊贤为大 义者 宜也 尊贤为大 义者 宜也 尊贤为大 亲亲之晒 尊贤之等 理所生也 亲亲之晒 尊贤之等 理所生也 在下位 不或忽上 民不可得而置矣 故君子 不可以不修身 故君子 不可以不修身 私修身 不可以不试亲 私修身 不可以不试亲 私试亲 不可以不知人 私试亲 不可以不知人 私知人 不可以不知天 私知人 不可以不知天 天下之达道武 所以行之者三 天下之达道武 所以行之者三 曰 君臣也 父子也 夫妇也 坤弟也 朋友之交也 侮者 天下之达道也 愚者 同志愚者 天下之达道也 曰君臣也 父子也 夫妇也 婚弟也 朋友之交也 武者 天下之达道也 自 人 永 三者天下之达德也 自 人 永三者 天下之达德也 所以行之者,依也 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 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 及其知之,依也 及其知之,依也 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 及其成功,依也 及其成功,依也 子曰,好学近乎智,力行近乎人,支持近乎勇 子曰,好学近乎智,力行近乎人,支持近乎勇 知思三者,则之所以修身 知思三者,则之所以修身 知所以修身,则之所以智人 知所以修身,则之所以智人 知所以智人,则之所以智天下国家矣 知所以智人,则之所以智天下国家矣 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 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 曰,修身也,尊贤也,亲亲也 曰,修身也,尊贤也,亲亲也 敬大臣也,体群臣也,子庶民也 敬大臣也,体群臣也,子庶民也 来百公也,柔远人也,怀诸侯也 来百公也,柔远人也,怀诸侯也 修身则道立 修身则道立 尊贤则不获 尊贤则不获 亲亲则诸父昆帝不愿 亲亲则诸父昆帝不愿 敬大臣则不愿 体群臣则逝之暴力重 体群臣则逝之暴力重 子庶民则百姓劝 子庶民则百姓劝 来百公则财用族 来百公则财用族 柔远人则四方归之 怀诸侯则天下卫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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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明圣福,非礼不動,所以修身也。 去禪遠色,見禍而貴德,所以勸賢也。 去禪遠色,見禍而貴德,所以勸賢也。 尊其位,眾其禄,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 觀聖認識,所以勸大臣也。 觀聖認識,所以勸大臣也。 忠信眾禄,所以勸士也。 時史博蓮,所以勸百姓也。 時史博蓮,所以勸百姓也。 日省月事,系領襯事,所以勸百公也。 日省月事,系領襯事,所以勸百公也。 宋往迎來,家善而今不能,所以柔遠人也。 宋往迎來,家善而今不能,所以柔遠人也。 既決事,舉廢國,治亂馳威,朝聘以食,後往而搏來,所以懷諸侯也。 既決事,舉廢國,治亂馳威,朝聘以食,後往而搏來,所以懷諸侯也。 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 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 。 凡事欲則利,不欲則費。 凡事欲則利,不欲則費。 行前進,則不頑,行前進,則不救。 行前進,則不救。 道前進,則不窮。 在下位不或忽上,民不可得而置疑。 在下位不和乎上 民不可得而至矣 和乎尚有道 不信乎朋友 不和乎尚矣 和乎尚有道 不信乎朋友 不和乎尚矣 信乎朋友有道 不顺乎亲 不信乎朋友矣 信乎朋友有道 不顺乎亲 不信乎朋友矣 顺乎亲有道 反诸身不成 不顺乎亲矣 顺乎亲有道 反诸身不成 不顺乎亲矣 成身有道 不明乎善 不成乎身矣 成身有道 不明乎善 不成乎身矣 成者 天之道也 成者 天之道也 成知者 人之道也 成者 不免而重 不思而得 从容重道 圣人也 成者 不免而重 不思而得 从容重道 圣人也 成知者 则善而固执之者也 成知者 则善而固执之者也 博学之 审问之 慎思之 明辨之 笃行之 博学之 审问之 慎思之 明辨之 笃行之 有福学 学之 疑较也 有福学 学之 疑能 伎错也 有福问 问之 伏之 伎错也 有福问 问之服之 服错也 有福思 思之服德 服错也 有福思 思之服德 服错也 有福变 变之服明 服错也 有福变 变之服明 服错也 有福行 行之服睹 服错也 有福行 行之福睹 福错也 人一能知 几百知 人一能知 几百知 人十能知 几千知 人十能知 几千知 果能此道已 虽于弊明 虽柔弊强 果能此道已 虽于弊明 虽柔弊强 自成名 为之幸 自成名 为之幸 自名成 为之教 成则名以 名则成以 成则名以 名则成以 为天下至成 为能尽其性 为天下至成 为能尽其性 能尽其性 则能尽人之性 能尽其性 则能尽人之性 则能尽物之性 能尽人之性 则能尽物之性 能尽物之性 则可以赞天地之话语 能尽物之性 则可以赞天地之话语 可以赞天地之话语 则可以与天地参宜 可以赞天地之话语 则可以与天地参宜 其次至趋 趋能有成 其次至趋 趋能有成 成则行 行则柱 柱则明 明则动 动则变 变则化 为天下至成 为能化 成则行 行则柱 柱则明 明则动 动则变 变则化 为天下至成 为能化 至成之道 可以前知 至成之道 可以前知 国家将兴 必有真详 国家将兴 必有真详 国家将亡 必有妖孽 国家将亡 必有妖孽 献乎施规 动乎四体 献乎施规 动乎四体 或福将至 善 必先知之 不善 必先知之 故至成如神 或福将至 善 必先知之 不善 必先知之 故至成如神 成者 自成也 而道 自道也 成者 自成也 而道 自道也 成者 物之忠实 不成 无物 成者 非自成己 而以也 所以 成物也 成己 人也 成物 智也 成己 人也 成物 智也 性之 得也 何外内之 道也 故实错之 已也 性之 得也 何外内之 道也 故实错之 已也 故至成无息 不息则久 故至成无息 不息则久 久则争 争则幽远 久则争 争则幽远 幽远则伯厚 伯厚则高明 伯厚则伯厚 伯厚则高明 伯厚 所以在物也 伯厚 所以在物也 高明 所以复物也 伯厚 所以复物也 悠久 所以成物也 伯厚 佩地 高明 佩天 优久无疆 伯厚 佩地 高明 佩天 优久无疆 如此者 不陷而张 不动而变 无为而成 如此者 不陷而张 不动而变 无为而成 天地之道 可依言而尽也 其为物不二 则其生物不测 其为物不二 则其生物不测 天地之道 伯也 伯也 后也 高也 明也 优也 久也 天地之道 伯也 后也 高也 明也 优也 久也 今伯天 似昭昭之多 及其无穷也 日月星辰细烟 万物复烟 今伯天 似昭昭之多 及其无穷也 日月星辰细烟 万物复烟 今伯地 一撮土之多 及其广厚 再化月而不重 震河海而不屑 万物在烟 今伯地 一撮土之多 及其广厚 再化月而不重 震河海而不屑 万物在烟 今伯山 一全石之多 及其广大 草木生枝 禽兽居枝 宝藏兴烟 今伯山 一全石之多 及其广大 草木生枝 禽兽居枝 宝藏兴烟 今伯水 一勺之多 及其不测 云陀蛟龙鱼鳖生烟 获财之烟 今伯水 一勺之多 及其不测 云陀蛟龙鱼鳖生烟 获财直烟 诗曰 为天之命 乌目不已 诗曰 为天之命 乌目不已 盖曰 天之所以为天也 盖曰 天之所以为天也 乌乎不显 乌乎不显 文王之德之纯 文王之德之纯 盖曰 文王之所以为文也 纯意不已 盖曰 文王之所以为文也 纯意不已 大哉圣人之道 大哉圣人之道 阳阳呼 发育万物 俊极于天 阳阳呼 发育万物 俊极于天 悠悠大哉 悠悠大哉 礼仪三百 威仪三千 代其人然后行 礼仪三百 威仪三千 代其人然后行 故曰 苟不智德 智道不宁焉 故曰 苟不智德 智道不宁焉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 智广大而尽精威 极高明而道中庸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 智广大而尽精威 极高明而道中庸 温故而知心 敦厚以崇礼 温故而知心 敦厚以崇礼 事故居上不焦 为下不备 事故居上不焦 为下不备 国有道 其言足以兴 国有道 其言足以兴 国无道 其末足以荣 国无道 其末足以荣 诗曰 既明且辙 以保其身 诗曰 既明且辙 以保其身 其此之谓于 其此之谓于 子曰 鱼儿好自用 剑儿好自专 此曰 鱼儿好自专 生乎今之事 凡古之道 生乎今之事 凡古之道 如此者 栽己其身者也 如此者 栽己其身者也 非天子 不义礼 不制度 不考文 非天子 不义礼 不制度 不考文 今天下 居同鬼 书同文 行同轮 今天下 居同鬼 书同文 行同轮 虽有其味 苟无其得 不敢做礼月焰 虽有其得 苟无其味 亦不敢做礼月焰 虽有其得 苟无其味 亦不敢做礼月焰 紫曰 吾说下礼 岂不足争也 紫曰 吾说下礼 岂不足争也 吾学音里 有颂存烟 吾学音里 有颂存烟 吾学舟里 今用之 无从舟 望天下有三众烟 其寡过已乎 上烟者 虽善无争 无争不信 不信 民服从 上烟者 虽善无争 无争不信 不信 民服从 下烟者 虽善不尊 不尊不信 不信 民服从 下烟者 虽善不尊 不信 不信 民服从 故君子之道 本诸身 争诸树民 考诸三王而不谬 故君子之道 本诸身 争诸树民 考诸三王而不谬 见诸天地而不悖 智诸鬼神而无疑 百事以似圣人而不惑 知诸鬼神而无疑 知天也 知天也 百事以似圣人而不惑 知人也 百事以似圣人而不惑 知人也 是故君子动而视为天下道 行而视为天下法 言而视为天下则 是故君子动而视为天下道 行而视为天下法 言而视为天下则 远知则有望 敬知则不厌 远知则有望 敬知则不厌 诗曰 再彼无物 在此无义 树姬素叶 以永终欲 诗曰 再彼无物 在此无义 树姬素叶 以永终欲 君子未有不如此 而早有欲于天下则也 君子未有不如此 而早有欲于天下则也 中逆祖树摇顺 现章文武 中逆祖树摇顺 现章文武 上律天时 下席水土 譬如天地之无不迟在 无不复道 譬如四时之错行 如日月之代名 譬如四时之错行 如日月之代名 万物并遇而不相害 道并行而不相悖 万物并遇而不相害 道并行而不相悖 小德川流 大德敦化 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 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 为天下至圣 为能聪明睿智 足以有灵也 为天下至圣 为能聪明睿智 足以有灵也 宽裕温柔 足以有荣也 宽裕温柔 足以有荣也 发强刚毅 足以有职也 发强刚毅 足以有职也 斋庄中正 足以有静也 斋庄中正 足以有静也 文理蜜茶 足以有别也 瀑泊渊泉 而时出之 瀑泊渊泉 而时出之 瀑泊如天 渊泉如渊 瀑泊如天 渊泉如渊 献而民莫不敬 言而民莫不信 行而民莫不悦 献而民莫不敬 言而民莫不信 行而民莫不悦 是以声名洋溢乎中国 一级瞒末 是以声名洋溢乎中国 一级瞒末 周居所至 人力所通 天之所富 地之所在 日月所照 双路所坠 凡有血气者 莫不尊亲 故曰佩天 凡有血气者 莫不尊亲 故曰佩天 唯天下至成 唯能经伦天下之大经 立天下之大本 知天地之化欲 唯天下至成 唯能经伦天下之大经 立天下之大本 知天地之化欲 福焉有所以 福焉有所以 尊尊其人 渊渊其渊 浩浩其天 尊尊其人 渊渊其渊 浩浩其天 苟不顾聪明圣智 达天得者 其熟能知知 苟不顾聪明圣智 达天得者 其熟能知知 诗曰 易锦上炯 诗曰 易锦上炯 诗曰 易锦上炯 勿其文之助也 故君子之道 黯然而日张 小人之道 敌然而日亡 君子之道 淡而不厌 简而闻 温而礼 知远之近 知风之字 知微之险 可与入得矣 知远之近 知风之字 知微之险 可与入得矣 诗云 前虽浮已 一孔之招 诗云 前虽浮已 一孔之招 故君子内省不救 无物于智 故君子内省不救 无物于智 君子所不可及者 其为人之所不见乎 君子所不可及者 其为人之所不见乎 诗云 向在尔逝 尚不愧于乌漏 诗云 向在尔逝 尚不愧于乌漏 故君子不动而静 不言而信 故君子不动而静 不言而信 诗曰 奏假无言 十米有争 诗曰 奏假无言 十米有争 诗曰 不愧于乌漏 诗曰 不愧于乌 tong 是故君子赌公而天下平 诗曰 于怀明德 不大声以色 子曰 声色之余以化民 莫也 子曰 声色之余以化民 莫也 诗曰 德油如毛 诗曰 德油如毛 毛油有伦 上天之在 无声无秀 至矣 毛油有伦 上天之在 无声无秀 至矣 儿童读经教育系列 中庸 由马来西亚静中学会制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